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 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可考据的历史可以长达3000年 也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这一次我们是从威尼斯自驾过来的 一进入罗马 你就看到这些柱子都非常的有历史感 为了方便出行 我们就在市中心订了酒店 这酒店就在罗马最高法院的后面 所以最高法院是第一个进入我眼里的一个景点 官室法院给我的感觉就是宏伟、神圣 晚餐之前我们从酒店步行10分钟 来到了万神殿 万神殿修建于公元前罗马共和国时期 这个神殿的建筑特点就是 大厅中央没有一根柱子之城 巨大的中央开孔 象征着神殿与其他神的联系 如今万神殿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古罗马神殿之一 它对西方的建设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天的早晨 我们就早早的来到天使桥的桥底下 看一下 从这里看过去天使桥的样子 我现在来到了天使桥 天使桥上出了行人和自行车 禁止汽车通过 它正对着的就是圣天使城堡 古时候为了抵抗外侵 曾经用于金丝要塞和建议 最后改造成了一座华丽的宗教宫殿 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 它是罗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梵蒂甘也被称为梵蒂甘成国 它是一个充满了色彩与宗教的国家 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国家 天主教教宗为梵蒂甘国家元首 人口不到两千人 却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 可容纳六万多人同时敬拜 这一天我们算是来得比较早的了 早上九点 你看排队的人已经那么长 不过还挺好的 一直在动着 所以没要半个小时 我们也就进了这个最大的教堂 对于我来说呢 首先我就要爬到这个教堂的最高处 约顶去看一下 我们是顺着楼梯往上爬的 总共有551个间梯 当然你也可以乘坐电梯 但是对于我来说 551个间梯不算很难 这是我们爬到一半 看上去的这个圆顶 现在是往下看的风景 很高很高的感觉 这会儿我已经来到了教堂的最高处 约顶 从这里可以复视整个城市 罗马 同时还可以从这里观看整个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梵蒂冈 这是教堂一楼 由彩色大理石组成的各种花纹的漂亮地板 再看这墙面 每一块地方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和神圣 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 真不愧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教堂 你看这些小细节 每一处都做得特别的精致 三到四个小时才灌完这个梵蒂冈博物馆的 非常的惊叹 这个是破裂掉的旧的地球模型 又从里面钻出一个新的地球 里面的文物 每一幅艺术品精美绝伦 而且几个世纪的真品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看这个屋顶上面的这些画 每一幅都精致辉煌 接下来的这个房间 你看一下 整个房间的画 是由画家 以开朗奇罗画的 据说是花了15到17年的时间 一直躺着画的 当你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 就说明你灌这个博物馆 灌到一半了 这里是一片休息期 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然后呢 继续往前走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房地干博物馆非常有名的 布拉曼的旋转楼梯 看这楼梯修的都有特色 而且每一处都非常的精致 当你看见这个楼梯 而且正在往下走的时候呢 说明房地干博物馆 你已经灌完了 这是再往外走 今天真的是太幸福了 太丰盛了 这个是罗马的西班牙监梯 这个监梯本来是没有什么名气的 但是因为一部电影《罗马价日》 他非常的有名 你看这里很多很多的人目标 这监梯总共有135台 是欧洲最长最宽的监梯 参观完这个西班牙监梯 我们走了15分钟 就来到了这个特勒维喷泉 这喷泉是罗马最大 也是最华丽的喷泉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喜悦池 在这里朝池里面丢上三个硬币 特别是从右边朝左边丢上硬币 说明你还可以再次回来 参观这个喜悦池 喜悦池旁边的冰淇淋店 生意好好啊 当然也非常的好吃 从特勒维喷泉走过来 我们一路走了差不多20分钟 然后呢就来到了威尼斯广场 广场面对的这个建筑呢 是威尔托里亚诺纪念堂 好宏伟啊 威尔托里亚诺纪念堂呢 是为了纪念统一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而建的 正前方就是他起码的这个头像 威尔托里亚诺纪念堂建设主体 主要采用的是纯白的大理石建造的 设得有宏伟的间梯 间梯的下面是意大利博物馆 游客可以免费参观 而且每一年的6月2号的意大利国庆日 政府都会在这里进行阅兵仪式 现在让我们爬到最高处去观望一下吧 从这个纪念堂的最高处 我们可以远观这个豆瘦厂 看一下 好宏伟呀 这就是豆瘦厂 一会儿呢 我们要走路过去 去参观一下 这些景色呢 都是从纪念堂到这个豆瘦厂 路上经过的一些风景 看看 其实这个罗马 它真的就像一个露天的博物馆 来到豆瘦厂了 看一下这些石头 好原始啊 我的左边就是豆瘦厂 豆瘦厂是罗马的旅游地标 我认为是每一个来罗马旅游的人 必须要到的一个旅游景点 它始界于70到80年 到如今呢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罗马帝国时期 曾经作为罗马贵族和罗马人民 进行卷斗式和豆瘦的竞技场 整个豆瘦厂 可以同时容纳5万到8万的观众 198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场 当然豆瘦厂除了豆瘦 还有海战表演 中世纪时期作为住宅 工作坊还有基督教圣地 我现在来到了军事坦丁凯学门 它就坐落于竞技场 还有古罗马馆场之间 之所以称凯学门 是为了纪念坦丁一世的胜利而建的 它总共有三个门 高21米 这个门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雕刻 这些雕刻都是基督教的天使 我现在就顺着这条古老而原始的路 往古罗马馆场走 因为豆瘦厂和古罗马馆场的票是连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反正我们在网上购买的 它是连在一块的 古罗马馆场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古罗马时代的很多废墟 还有建筑 总之这里有看不完的精彩 还有你研究不尽的古罗马时代的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 总之罗马就是个大宝藏 对我而言 我觉得罗马就是一个露天的大博物馆 如果你有兴趣来这里的话 至少要准备三天或者四天的时间 你才可以全部看完所有的风景 我现在经过的是纳沃纳馆场 纳沃纳馆场也是古罗马的竞技场之一 这四合喷泉和雕塑 经为巴洛克风格 喷泉的对面就是圣伊诺斯寻导堂 这两个景点在一起 就成为了欧洲影视界的很多电影电视剧的背景 真理之口是很多到这里旅游的人 都想过来看一下的 我也是莫里亚了 是为了这部电影 它之所以成为很多游客 来到罗马必须要看的一个景点 是因为这部电影罗马假日 但是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块石头 一块掉着人面的石头 它坐落于一个天主教教会的门口 罗马有看不尽 欣赏不完的精彩 罗马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博物馆 一个露天博物馆 如果你感兴趣来这里的话 我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些帮助 建议来之前的话 最好在网上买一些像豆售厂 或者博物馆之类的门票 这样子你就不会耽搁太多的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票都收尽了 三贴的罗马之情 完美收工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的罗马之情 有所帮助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了订阅转发和点赞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